由美国英龙传媒主办华美银行冠名赞助的城市儿童绘画比赛 有近千名儿童少年参加 评审老师从入选作品中争选出优秀画作 将于7月8日颁奖 由美国英龙传媒举办的城市儿童绘画比赛 共收到来自南加州中文学校美术学校近千份绘画作品 今年绘画比赛的主题为我的超级榜样 儿童少年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颇彩辉豪画出自己心中的超级榜样 在这些精彩封城的画作中 孩子们的超级榜样 由爸爸妈妈老师医生宇航员交警科学家 甚至还有美国总统 有些画作虽然还显稚嫩 但是儿童少年的同真同趣却耀然直上 他们的艺术才华已经慢慢的显露出来 主办单位专门邀请了南加州知名画家 包括完岳、陈兴杰、吴泽慧 对近千夫绘画作品进行征选 三至五岁组和十二至十五岁组 评出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三名 三等奖五名 六至八岁组和九至十一岁组 评出一等奖两名 二等奖五名 三等奖十名 比往年又提高了一步 这就说明孩子们在不断地接受信息的过程当中 这个想象力在逐年的提高 这真是很逼人的这么一种可喜的现象 我们除了要有好的想法 好的一些concept之外 我们还要看一些他的绘画表达 点线面 色彩 融合等等 那我们会一个一个很努力地去帮小朋友看跟评审 从六岁到十二岁之间 他属于是兴趣开发阶段 他不是创 就是说这个基础教育这种阶段 不是 那只有在这个阶段的话 能够让孩子的兴趣充分发挥起来 然后充分调动他的想象力 这样对他的今后的发展的话 才有更大的帮助 2017城市儿童绘画比赛颁奖典礼 将于7月8日在波恩泊尔克市演艺中心举行 批为老师除了参加当天的颁奖 还会对孩子们的作品进行现场点评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